感谢天师德 谢谢我们两位典禅师 还有各位在座的前贤 对道场的一个护士 实际上今天这一堂课 他在后学心里面 早就已经来来回回 不知道已经成了多久的意念 希望能够各位前贤分享心得 这些年来 在道场各地的地方上 后学都有跟前贤们 有一些密切的接触 有一个很大的疑惑 存在后学的心里面 后学有疑惑 跟各位前贤处理的方法不一样 你们可以就近问典禅师 问一些你们认为 可以为你们解惑的同修道办 但是后学的疑惑 通常只能靠自己 去求得一个答案 而我解的方法 也无非就是把所有的心 把它凝结在一个地方 不断的反反复复 在祈求上天给我开智慧 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我一贯道的道心 尤其这些年来 我接触的一些实际的例子 为什么在临死的时候 走得那么不安详 走得那么挣扎 走得那么痛苦 为什么 我这几个问题抛出来 前贤门或许会有疑惑 你会怀疑 不是都讲道青身体 身软如眠吗 那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淀以后 你看到的结局 然后在生死关头的那一瞬间的时候 后学看到的不是这个样子 难是道青们修得不好吗 做得不够多吗 所以夜没有了 才必须承受这么多的痛苦吗 然后我闷心自问 面对这些在我前面 曾经真正断气的 他的内圣跟他的外务 基本上是不容得我们怀疑的 既然这样子的人 为什么在临死的时候 还有那么痛苦的挣扎的镜头 让别人看到 我反反复复的在思索 反反复复的问上天 我问了不知多少次 一直到那一天的时候 忽然有一个灵光进来 他们看不破 他们放不下 所以痛苦是自己找的 也因为这样子 后绝这堂课的稿子 我也反反复复修整了很多遍 一直没有订稿 到昨天的时候 才完全把它落笔 写下一篇完整的稿子 所以今天这堂课 我们年纪大的道青 您要听 年纪轻的 年轻的朋友 你也要听 为什么 因为你家里有老人 我们同修道半之间 都应该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因为有的时候 如果内在的修养 没有达到一定的火候 单凭着我们个人的力量 你要超越死亡 带来的那种恐惧 它很难做到 所以如果我们旁边人 懂得这个方法 我们就可以在王者 未过生之前 就提供一个正确的管道 我们可以等于是 在前贤们最后的 那一段路程的时候 可以借由我们的一个 对于道理的了然于胸 我们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 我们提供了最正确的方法 让他能够毫无挂碍的 离开这个色身肉体 让他能够在抛弃一切的执着之后 坦然迎向他的未来 所以你们不要寄望 在今天这堂课里面 我会教你们 怎么去打生死契约 我坦白讲 在我认为 那是个非常可笑的事情 你如果对于死后的那一场 你还有所挂碍 那就表示你完完全全 没有看破 你没有放下 我人都走了 我管你要来几个人给我烧香 所以我要给大家灌输的观念 是我们生前有的观念 那个观念是你现在要去储备的 那个观念是你不能假守他人帮助你的 天助自助者 然后其他额外的事情 才能够交付在别人的手上 所以我才说今天这堂课 它是老少皆宜 今天这堂课你要抱着一个很严肃的态度去听的 不要把它嗤之以鼻 不要把它认为与己无关的 我在里面为了要收集这堂课的资料 我看了很多近代高僧大德往生的事迹 包括他们生前对于自己生死大事 攸关了当下的处理的方法 各位前贤跟后学今天讲的 它不是来自于经典 就是来自于大德者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正确的观念 我把它们做了一个融会 然后在今天的时候跟前贤们一起分享 我知道今天在座的前贤 有一些人的身体不是很健康的 但是我开始我也跟前贤讲 我不会因为你身体的问题 我去避讳一些东西 那就失掉我这一堂课的一个主旨之所在 我反而希望 凡所有身体不是的道清 你对号入座 你就借由这一堂课 有人这样堂而皇之的告诉你 该如何面对自己面前 眼前所成遇的这时候 承受了这种痛楚跟难关 该如何去超越 该如何去安排 它才是一个真正明智之举 这都是在今天这一堂课的时候 希望透过短短两个小时的时间 跟各位前贤分享一些浅薄的心得 因为很多意在言外的东西 不能够完全在课堂上去阐述 我们的时间必定是有限的 我们师尊老大人他曾经讲过 学到的人在生前修行的时候 有三个关卡是我们必须要去度过 我们要去超越 第一个看破金钱 这应该没有问题 千叮咛万交代身外之物 不要有过多的一个贪望 年轻人即便是为了自己的人生的规划 你的贪望之心 不会让你去得到你分外之物的 那只是网做小人 相反的 如果能够适度的安排自己 去走修行这条路 可以借由后天盛世的一个什么 学习 调整自己的心态 反而得到上天的一个眷顾 所以我们才说 学到可以改变命运 原因是如此 那至于年纪大的前嫌 你七十 你八十 你还为了些微的金钱 在那边斤斤计较 我只能讲 你是在蹉跎你的光阴 你在浪费你的生命 那是完全不值得挂爱的事情 你居然在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关头 你还在那个上面琢磨太多 第二个 看破琴色 琴就是欺恩子爱 色就是对于自己的外在 对于这个肉体 你有没有适度的放下 第三个 就叫做雾透生死 前面两个关卡 我们活着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自己放下了多少 但是面对最后一个关的时候 我想绝大部分人 都会把它给丢掉 为什么 因为命在所有的一切存在才有它的意义 一口气不来了 金山泥山要它何用 我看过这么一个电视剧 有一个土匪 有一个土匪跟着他一群的同伴 抢劫了一个村庄 然后这一群土匪就逃到了深山里面 要去躲避什么 躲避所谓的警察的一个气凶 到了山上窝了好久 那天天寒地冻 好冷 然后旁边的一些的枝叶 都因为露水之间的一个所谓的浸润 潮湿没有办法点燃 一伙人搂在一起 也没有办法去解决那种刺骨的含义 可是点燃木枝也烧不起来 最后就把自己抢来的钞票有没有 就拿来烧了 当你觉得很难去承受肉体的痛苦的时候 你身外之物自然而然就放下 可是今天我们走修道的人 你不能等到那一口气快不来的时候 你再放下 为什么 因为你生前没有学会看过方向 最后那口气吐不出来 让我们死的极端的痛苦的原因 就是你对于前二者的一个执着 所以我们在学到的时候 就要适度的放下这些东西 有些前嫌认为 这些东西我会在死后就舍 死后舍也好 但是死后舍是你计划 反正我用不到了 我不给别人 也白不给 就拿来行功了愿 那这样子做 倒不如生前先做一个好好的规划 把该花的钱留下来 其他的就可以慢慢去做一个 不失结善缘的工作了 但是不论怎么样 这三观是我们学到人都要去面对的课题 而我们将来修到 成道以后 回天的果位的高低 各位前嫌 也从这三者当中 你交出的成绩单 而定一个高下 九品连台是从这边定的 你看这三者 哪一个跟你的外网有关系 你度了多少人 你讲了多少课 你捐了多少钱 各位前嫌 跟那些有关吗 没有 但是跟那些无关吗 你又错了 为什么 因为内在的东西放掉了多少 外面的事情就自然而然 承担的力量就越来越大了 所以内与外 你不可以把它一切为二 它严格而言 它本来就是二者合为一的 明体之后才能达用 这三观过了 那个叫做明体 往外面的广结善缘 那个叫做达用 体用二者本来就是相微相依 如何能够做切割 所以尽管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这三观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课题 但是前嫌门 我们未必能做到 未必能做到 也不单单是我们学到的人 古往今来中外的历史上 有太多具体的事例告诉我们 一切友情众生 都是热身厌死的 看到有新生命诞生 大家鼓掌欢心 看到一个生命的凋事 我们一个人就倍感哀气 其实这些都是多余的情绪啊 各位前嫌 生命的到来是在自然不过 经历过一个过程 它会老病死 它也符合于自然 自然的变化 你何须用自己的情绪 去做额外的解释 阐述呢 所以学到要让自己的起心动念 符合于中道 那个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的 在历史上有记载的 看不过生死的 最早的就是我们很熟悉的 嫦娥奔月的故事 古时候有一个后裔 因为射掉天上九个太阳 有功于百姓 所以百姓推他为王 一下子坐拥了那么大的权势跟地位 后裔舍不得死了 去求西王母给他两粒金丹 希望择一个良辰吉日 把金丹吞下去 就能够什么 长生不死 永享富贵 结果没有想到 他的妻子嫦娥 趁后裔不在的时候 把两粒金丹一口气吞下去了 以后八月十五 我们抬头看月亮 仿佛就看到嫦娥仙子 在月亮里面守着一个广环宫了 这不是我们过去 在八月中秋所听到的一个典故吗 当然现在要看月亮 想嫦娥仙子的人已经很少了 现在是看到月亮 想到阿姆斯壮的那一双大脚 因为从他踏上月亮之后 我们所有那种 很曼妙的神话的幻想 完全就随之破灭 不论他是真是假 历史上记下了这一笔 而后的历史上面 有太多的皇亲贵族 因为有了权势地位之后 就急急于要去追求长生之术 有名的汉武帝 有名的秦始皇 秦始皇曾经派他手下的一个大臣 叫做徐福的 带了一千名的童男童女 到海外去找神仙 我们高中读历史都会读到这一段 徐福浩浩荡荡 携带了大批的金银珠宝 带着一千的童男童女 就出海了 船都飘啊飘的飘到日本去 人间有神仙吗 有 凡夫肉眼也看不见 徐福找过来找过去 既找不到神仙也看不见仙丹 怕回去被秦始皇给刺死 就干脆就停居在哪里 停居在日本做了日本人 据说他是日本的第一代的天皇 叫做神武天皇 而后还有谁 汉武帝 汉武帝就是金屋藏郊 歌仔戏也过无数遍的 那个浩大喜功的皇帝 他自从继承了皇位之后 也延续了所有有情众生的心态 希望永生不死 他在国内到处搜集一些的方外之士 希望求取炼取长生不死金丹的一个庙方 还曾经因为对于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仙丹的追求 不惜把自己的女儿 我们所谓的公主 又嫁给一个叫阮大的江湖术士 因为阮大跟汉武帝报告 我曾经碰过神仙 神仙教给我炼丹的方法 汉武帝希望阮大能够死心塌地为他炼金丹 不惜把自己的亲生女儿下嫁给阮大 炼了那么多年 这个阮大在空中 不是在空中 在宫中 所有的行动 汉武帝看得一清二楚 结果炼了很多年 锅里面半粒金丹也没有 汉武帝知道自己上当了 一气之下 把阮大给腰斩 懂得腰斩吧 腰斩不是砍头 从肚子这边切过去 那是酷洗 因为被斩成两劫的人 不会瞬间死亡 他还有一段苟延残喘的时间 那个叫酷洗 堂堂一个皇帝 对长生不老的一个幻想 最后他竟然可以牺牲自己儿女的幸福 所以你说人 他有情有义 那必须过去的古德 把上天赋给他 良心本性里面 具足的天性发扬光大了 他才有情有义 人如果抿灭了自己的良心 他根本就罔顾了五轮之情 现在的社会似乎也有这样子一个乱象的存在 但是我们今天的坦克不往这个方向去什么 去迈进 我们还是要拉回来 透过这三个人告诉一个真实的事情 那就是乐生厌死 是大家共有的心态 但是你极尽了全部的心力 耗费了那么多的国力物力 你要追求的东西得到了吗 应该不会有人告诉我们 他们得到了 如果得到就没有昨天那一场盛事了 不会几家欢乐几家愁了 因为没有朝代的更换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秦朝 或者处在汉朝 做汉代的子孙了 所以这些人叫做枉费心机啊 在历史上留下了可笑的一章 却没有圆满到自己的一个心意 我们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我们比一般的人有更健全的一个观念 那就是对有情众生的生命而言 有生必有死 生老必死是必经的途径 对无情的而言 比如说三河大地 比如房舍 这些身外之物 各位前贤 他有形有相形成之后 经过一段时间的停留 到最后圆滅 他又成为一个幻化之物 所以有情无情 到最终 成归成土归土 无一物能够免于这个途径 所以古德才告诉我们 朝长一秋 人生一世 生老病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既然是自然 如果人能够顺其自然 自然就是到了 可是问题是 我们对于自然的事情 我们却下意识地 想要去反抗它 尽管我们得不到 自己想要的答案 但是却依然因为 我们个人的余知 而耗费了很多的心力 在这个无解的习题上面 但是祸福相遇 何其有幸 就因为人世间 有生老死的 这一种痛苦之事 所以才能够感动 十方如来 岛庄下世 来人间度化众生 千千们有没有读过一本经 叫做无常经的 看无常两个字 就在谈 知道他在谈生命的问题 无常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说 他说有三种法 在这个人世间里面 是让人家看到就讨厌的 所谓的三种法 就是三样东西 这三样东西 让人家觉得不可爱 不光泽就是看到他就讨厌 不喜欢 不可念 不愿意去碰触的 不称意 不能够让我们很快乐的三样东西 那三样东西叫做老病死 没有人甘于老 但是你不能不老 没有人想生病 但是一个照顾不周 你的身体就会带来很大的不舒适的感觉 没有人想要死 但是时间到了 却没有任何人能够什么 忽视于这个关卡的一个到来 后面又讲 他若老病死 世间无者 假如人世间没有这三样讨厌的东西 如来应正等觉 这次谈什么 佛啦 如来是佛的一个圣号 应是应共 正等觉也是佛号 如果人世间没有这么苦恼的事情 十方如来就不来人世间了 所以换句话说 佛来人世间的目的 正是要为我们这些愚痴的证生 去解说老病死的真正的事实的真相 把佛陀过去在阴地修行 所证悟出来的道理 以及他如何调伏 调伏自己外面的那个过程 他来到人世间 借由悟化众生的机会 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我们研究了这么多的经典 听了这么多的道理 佛所教给我们的调伏的方法 证悟出来的境界 各位前嫌应该要了然于胸 在我没有焰暗到下一个power point之前 各位前你去想 你对于佛来人世间的意义 目的我们明白了吗 他讲了什么呢 他说死亡只是一个幻象 真正的生命是不生不灭的 这应该是一个老生常谈 但是老生常谈的事情 很多人做不到 我曾经遇过一个七十岁的老道亲 昆道 现在已经将近九十了 从七十多岁 后学跟他互动的时候 问他几岁 他从来不讲 当初后学以为 可能因为年纪大 不去确切记住自己的年纪 就像后学一样 我的年岁是五年过一次的 当我五十六的时候 我就开始过六十 然后一直要到五十五岁过 我才告诉人家我五十五 因为年年纪 我还要阿拉伯数字减一减 太累了 我就五年一过 如果大家接受 我还十年一过 反正数字 年纪 那个只是满足你们的好奇心 对我而言 它没有任何的意义 对不对 数字的增长不代表我心境的老化 数字如果比较小 也不代表你很有生命力 重点是你的内在 用什么样的心态 去安排自己的生活 这位老道卿 从来都不肯讲他的 这个所谓的年月日的生日 一直到两三年前 我无意当中才了解 他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那就是 我不轻易告诉别人 我的年纪 那么阎罗王就不知道我几岁 无常就不会来找他 各位前行 修了将近六十年 居然还有这么可笑的念头 存在脑袋瓜里 你不要笑他 你要问自己 我们的下意识 有没有这么好玩的观念在里面 有啊 只是我们没有去发现而已 如果今天学到 学得这么久 不断的研究道理 看破放下 似乎每一个方法 我们都会了 但是谈论到 跟身体有关的事 却三间其口 必会陌生的时候 那表示你根本没有看破 你看破的只是 你过去交出的成绩单 对我们最大的执着 我们从来没有放下过 那三观里面 终有一观 你没有办法超越 而这一观 却攸关我们 是不是来去之间 都能够坦然呢 生命是不生不灭的 我们人世间所谓的生 人世间所谓的死 或许用这一句话 跟各位前言去解释 你把这句话 好好落印在 我们的阿赖耶事里面 在二六时中 不断的叮咛自己 它或许会淡化 我们对死亡的恐惧 它或许会让我们 不再执着于 色身肉体的刁明 你能够日以继夜的 不断叮咛自己 你就有可能 在这样的潜移默化当中 你有一副坦然的心态 去面对 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面对的生死关卡 所谓的生 腹肌母血合合之后 如果没有那一点灵光 自天而降 各位前显 这个肉体是不能存在的 对不对 所以换句话说 那一点灵光 本来没有 无拘无束的 在外面逍遥自在 却因为有了 四大甲合之体的吸引之后 它就被禁锢在那个里面 得不到它原本的自由了 想过没有 假如你知道肉身是假的 那么当这个肉身损坏的时候 它恰恰是我们灵性复苏的时候 它恰恰是我们灵性 可以得到真正解脱 得到自由 得到大自在的时候 我们穷一生 不都是在追求我们的自由吗 而有一样东西 却是只有死亡之后 你是真正可以得到 彻底的一个通畅的 那就是你把灵性 的一个彰显 你把肉体的一个告终 这两者你都能够视而为一 换句话说 肉体如果不毁坏 它如果不结束 我的灵性是没有办法脱壳而出 飘飘在天堂的 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认知 不是应该要有欢喜心 去面对自己死亡的关卡吗 因为我们梦寐以求的自在跟解脱 就在别人的一个哀心里面的时候 我们是用满怀的欢喜 等到了这个结果 不是应该要高兴吗 你如果会惶恐 那大概是对于自己的去路 你没有把握了 我不知道我一口气不来 我这一缕方魂 是往天气飘 还是往三恶道成 还是另外一段人生历程的一个流转 因为心里面没有十足的把握 所以我才惶恐 那惶恐有用吗 你为什么不趁着生前 给自己建立十足的信心 停止你的惶恐 去做一些真正于自己有益的 修与办的事情呢 这些话并不是今天跟各位前行讲 我自己本身 几乎天天在跟自己说这些东西 也无非就是要给自己千叮咛万交代 不要让别人学会了 而我自己却什么都不懂 却依然执着在这个色身肉体 所以我们如果真正的 把我们听道理所学会的 肉体有生灭 肉体是四大甲合 灵性是不生不灭的 有了这样的观念的时候 灵中一口气不来 各位前行 面貌安详 栩栩如生 他没有恐惧 那有这样修养的人 就表示生前或多或少 有佛法的一个净论 甚至我们可以说 他应该有一定的内得 因为不做亏心事 所以灵中的时候 这一生的业力现前 呈现在眼前的都是善业啊 如果人双眼 将闭的时候 呈现在眼前的 都是生前的那种 所有做过的 柯薄的事情 各位前 那才要紧张 所以这也解释了 有的前嫌问 有一些人 他的朋友没有求到 可是他为什么 也能够死得很安然 心态的问题 可是人如果没有这样的政治界呢 没有这样的心理建设 那大县到来的时候 就被那个禁给转 怀抱着不舍 怀抱着不安 怀抱着无奈 我不想走 你一定要我走 看过朱英台跟 这个所谓的梁山伯的楼台会 十八相送吧 就那么一段的分别有没有 你看他唱了多久 当你要生离死别 你跟这个肉体 就像在唱什么 唱楼台会一样 那走的时候 这个身体呈现出来的面貌 就不是很好 给人的感觉 就不是很舒服 所以各位前嫌 尽管我们在道场上的熏悉 在道理上 我们早就明白 可是未必我们做得到 刃脚为真 的时候这个道理 真正能够把它扭正过来 你明白了道理 心的修养 没有配合自己理解的境界 相对的提升 所以过去 佛陀在经典讲 理有顿悟 势必见修 绝对不要寄望 我在临终的时候 豁然堪扰 一切看破 从来没有这种奇迹发生的 所有临终呈现 于外的一个修为 它是我们在生前的时候 你已经见次去调整自己 去涵养自己 所以眼前在日常生活里面 各位前嫌 学会放下心里面的恩怨情仇 不要有太多的情绪的一个纠葛在里面 对老人而言 或许钱财不是很重要 但是过去年轻 所经历的那段心酸的岁月 刻骨铭心牢记在心里面 那不是一件好事 没有学到 总是曾免在过去的成年往事 那很正常 一般人都会做 学到以后 健康都说过去 我就说你真的进步没有多少 没有人对我们的过去有兴趣的 应该趁着我们还活着的时候 把我们修到所淬炼出来的智慧 去跟别人去分享 所有的好好坏坏 就让它随风扬去 你把自己一颗心放在那个上面 与我们自己而言 它是一个很大的损伤 所以佛陀在经典讲 如果我们对身外之物 有一针一线的贪恋 你必来人世间人魂 我用必来两个字 换句话说 你没有投机取巧的地方 这一个所谓的铁律 不为任何人开方便之门 大家都要自己 凭着我们个人的修为 去斩断六道轮回的根的 前仙们也不要认为 我一贯道得天独厚 求道就飘飘在天堂 一再讲何谓先得后修 你没有后修的那么一个过程 那么求道也不过是 中了一粒善种子而言 与你的将来没有任何的保障 我们技工老师讲 所以请你们把你们过去 那种错误的观念连根拔掉 你有了一个善的因缘 可以借由一个相当便宜的 事半功倍的修行方法 让我们脱离三界的束缚 那是可喜可贺 但是你总要自己去身体 类型让这个好的善种子 它才能开花结果 明师一指不在八万四千方便法之内 它确确实实是一个直来直往 解决生死大道的一个上胜之法 但是上胜之法 你也要有那个根气才能受用 后学的意思是说 我们只是抱着那个法 却不用那个法来锻炼我们自己 那个法与我们没有任何意义啊 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里面 他就对虚菩提讲 你认为燃灯佛有传我 无上正的正觉 阿诺多勒三秒三菩提法吗 有吗 有的话传了我就成佛了 我后面何需要历经三大阿森奇节的修行 假如今天我一贯到 求了你就解脱了 我何必要三不离 何必要留一个三宝心法 何必 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所以过去因为时空背景的不一样 我们的观念不够正确 不怪我们 可是这些年来 在前辈者的一个所谓的引导成全之下 这种错误的之间 前嫌们要把它放掉 所以在日常生活里面 趁还有一口气在的时候 就要学会自己 让自己对人对事对物 学会不动心 不动心真的很难做到 每一篇的讲稿要出来之前 后学都会醒思 我写的东西 我说的内容 在我的身上做到了吗 坦白讲 我没有完全做到 但是比二十年前的后学 我自认有所进步 而这个进步的差异在哪里 提供给各位前嫌做分享 凡夫起修 不可能八风吹不动的 那就不叫凡夫了 那是阿罗汉 那已经不在三界之内 我们对于外在环境的变化 或多或少会触动 我们内在的一个想法 但是这个触动的方法 它所留下的后遗症 它是截然不一样 第一种 像风吹过一样 风吹过 微风吹过 湖面带动浅浅的涟漪 微风去得快 什么 涟漪袭得也快 如果是暴风吹过呢 涟漪泛动的湖面的 面积是很大 它活动的时间也久 但是暴风暴雨不中招啊 它总会有停息的一刻 随着风止的一段时间 那个涟漪也可以复归于什么 复归于宁静 这是你对于外境的一个感动内心的时候 那个情绪的起伏 有小风 有微风 有强风 那个都无法 为什么 还在锻炼提升吗 最怕的是 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 可以撼动湖面起涟漪的 除了风以外 还有什么 外物的投入 我们丢石头进到湖里面 有没有涟漪 有 小石头小涟漪 大石头大涟漪 那问题 它跟风吹过不一样哦 再大的石头经过一段时间 它会沉到海底 沉到水底 水面的涟漪也会随之不见 对不对 但是石头在哪里 各位前贤 在哪里 在海底 在湖底 在水底 在你的心底 换句话说 所有在我们身边掠过的人事物发生的事情 你是让他一阵风吹过去 我动心了 但是风熄了 事也止了 还是你让他进到你的心里面 心活不能平地 经过一段时间 看似表面无视 实际上那个事情 耿耿在怀 那就是为什么你老是重提过去的事情的原因 从来事情没有离开过你 只是没有一个情境唤醒他而已 等外面有一个情境 有一个画面 典型我们 成年往事又一电光一闪 又浮在我们的前面 这就是你修道不会进步了 为什么 活得越久 心里面的石头越来越多啊 修道一定越修 心轻 身轻 修道没有修到后面 因为心重 无意性懒伤 外面就脚步沉重 没有这样修道 当然身体的老化是必然 但是脚步的沉重 跟身体的老化 那是截然不同的情态的 所以前嫌问问自己 你到底是过去的事情 是一阵风掠过也好 还是一颗石头就钉在你面 你饶不过别人 你又何成放过你自己 坦白讲 我归一夜 我自己的个性 我是属于前面的风 暴风来 我震动比较大 因为我修养不好 微风来 些微的震动 但是随着我们的修养 慢慢在往前提升 往前迈进的时候 你会发觉 要能撼动你的力量 外境必须要越来越强的 可是从来不让石头 在里面留下来 这是我唯一的好处 我心里没有石头 但是心湖曾经有风去吹过 而要学的就是让自己的根越往下砸得越深 让外在的东西撼动我的力量 它必须大过我的修养 我要它不撼动我 必须我的修养 强固于外在环境的一个干扰 这是我自己在想学到的过程 要怎么去提升 自己的心性的 所以把这样体会的心得 跟各位前写演做一个分享 学会不要留恋 一个不留恋 外在人事物的人 他看起来是蛮无情的 为什么 因为他少了很多人事的一个纠葛 讲一个玩笑 昨天晚上 因为选举 所以大家都聚在一块 后学的儿子就弹出了 他的很多的一个想法 对于选举的想法 那后学在那个时间 我在里面去整理我的讲稿 跟这个题目无关 我如果明天要讲课 今天就大概就不看这个题目了 就放下来 该整理的 白天就整理过了 在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在想 假如没有学到 各位前写 我昨天哪有心情 坐在桌前去看书啊 一定堆在电视机前面 可是这些年在道场 鼓励大家 离开对于政治的一个执着 不是让你不关心 对不对 国家兴亡体肤有责 但是不要投入过多的情绪 那会让你对于得失之间 会影响到我们的心境 所以昨天跟绿的也聊过 跟蓝的也聊过 道青有绝对的绿的 绝对的蓝的 对不对 我们都聊过 我说你们回去 你们要看选举的一个 所谓的结果的时候 不要有太多自己的情绪在里面 要放下 这个小事都让我们心动 激荡不已 那真正的生死那事 你会忽略掉吗 如果我们放不下来的结果 会怎样 佛陀圣人叫我们看后放下 我偏偏执着这四大假和之体 你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也把这个答案跟各位前贤讲 这个答案也是告诉各位前贤 为什么人在灵断气的时候 你不要动他 断气八个小时 你也不要碰他 佛陀为什么在经典这样交代 古德为什么这样百般的叮嚀 原因就是这一段话 我们的灵性 本来是寄居在色身肉体里面 对不对 就像我们在房子里面 我们也是寄居吧 所以你每一天才可以来来去去自如嘛 是不是 可是问题点 这个灵性进入到肉体之后 它跟我们在家里的生活不一样 灵性从来没有脱窍而出的 没有 它在里面七十年八十年 跟这个肉体朝夕相威依 所以它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后遗症 你没有透过后天的政治界的修养 你就突破不了这个什么 固有的这种执着 那这种情形像什么 像现代我们在座有人懂得农业 我们不是皆知 现在有很多的植物 被我们东阶西阶 蚂子也会变冬粿 冬粿也变蚂子 也不知道的白木到底是什么 好奇怪 还好那个是植物啊 如果人这样接来接去 那不是很恐怖吗 那个树木在接枝的时候 我们不是缠了一个胶带 对不对 经过一段时间 没有那个胶带 那个另外一颗的树枝 可以跟被接着这颗树枝 两个就连在一起了 对不对 根深蒂固 这个叫做同化 所以但凡我们对肉体执着的时候 那当这一口气不来 要脱离这个肉体 支断疲连 你去想一想那种感觉 你就会告诉自己 快却要看法到奉行 各位前言 有没有撕这个指甲肉 旁边肉屑的那个习惯 我们看它凸出来一块细细的 你就要把它撕下来 结果撕前面没有感觉 因为它脱离了 最后面的那个根啊 黏着那个肉上面 你会不会痛 那么细细的一条肉皮啊 你如果连在那个肉上 你要强势都会带来很大的痛苦 你那个灵性跟这个全身的四肢百害 已经血肉相连 你要脱离的时候 你看不破你放不下 就像活生生把那个皮啊 再从你的身上撕下来一样 你能够想象 不告诉你们真实 不把你们下洗 你们就一直睡觉 这个是我从经书里面看到的 要不然我的智慧哪有那么高 会体会到这里 像乌龟脱壳 那个痛苦 你自己去想 我们没有看过乌龟脱壳 但是你总可以想象出来 八皮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我们灵性跟肉体 长期结合之后产生的后症 所以一定要靠着后天道理的吸收 把正之间放在身上 锻炼自己 让我们之行合一 那个时候 弄一点灵光跟这个肉体 就像什么 就像我们在人世间的这间屋子一样 我来去自如 我没有痛苦 门开了 我就可以出去 我就可以进来 各位前嫌 你的门已经开了 你跟坊间的八万四千门的修行法 不一样地方在于 你的生死门已经开了 别人还要修一段时间 才能够在殊胜因缘配合之下才开 眼前你已经开了 但是开了 能不能走出去 那个脚步没有人能够帮你抬 靠你自己 你舍不得抬 结果就是这样子 枝断皮脸 你如果舍得放下 你就能够来去自如 所以有的人看不过 放不下 临死之后 各位前嫌 你会看时间越久 他那个肉体的变化 给人的感觉是很恐怖的 为什么 咬牙切齿 怒目原真 这是在临终的时候 我不爱走 我不爱走 别把我拖 有没有 最后你不得不被拖走 怀着恐惧 怀着不情愿 就变形进行 所以各位前嫌 现在不休 死的时候 大家都去参加告别式 又都习惯看一看 死的漂不漂亮 好到那个时候 马脚全部出来了 要不然你叫资格规定 我如果死去 别把我拖走 所以把我收起 不能让人看到 才能够确保 我很无意识 这也解释了 坊间还有道场 有一些前嫌 为什么会死状 不太舒适的感觉 而你去想想 这个人生前 什么都好 就是对色深有执着 这也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 所以才讲 人生的最后 犹如岁末年终 明年二月过年 过年比较晚 但是到过年的时候 外国人也好 本国人也好 总是要办一些的东西 我们讲好过年嘛 对不对 可是各位前嫌 假如说过年要过得很丰盛 请问那一些的资料 不都是平常累积出来的吗 难道是你大连夜往外面去借贷出来的吗 换句话说 希望自己临终的时候 你要有好的一个答案 有好的结果 各位前嫌 你平日的修持 要多费心思啊 要不然这个年就很难过 在人世间的过年与否 无关要紧 可是人体里面 有一个是你最终一定要去面对的 这个大难关 一定要想办法去突破 这个肉体对我们所形成的一个障碍 接着谈 生病 人世间要死之前啊 他是有一个征兆的 有没有含笑而终的人 有 有这样的人 可是大部分的人 他一定要经过一段生病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像什么 你看这个书里面形容的多好 大树江倒的时候 那个根已经腐败 没有办法吸收地表所提供它的水分养分 根开始腐败 丧失了吸收营养的功能 然后经就没有办法输送养分到枝根叶 所以叶子开始脱落 枝开始枯了 最后再来一阵强风 就把这棵树连根就拔掉 人也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人会生病啊 那可是各位前线 我也要讲清楚 不要你今天流个鼻水 打个哈欠 咳个两身 你就认为啊 大风一吹 我要连根拔掉 你也不用这样 你要分清楚 这个所谓的病是什么 应该要清楚 会要你命的 我所谓的病是如此 平常路上把脚摔到了 对不对 或者碰到一些碰碰撞撞 你不要太紧张 凡事会要你命 你就心里要有了然于胸 这个时候要看病的时候 各位前线 你一定要看医生 你不要跑到楼上 一直磕头 一直拜 老母娘是大医王 但是不会从天上掉下药来的 你要去看医生 但是你不要天天换医生 天天有问题啊 这个医生看两天 吃药了没效 谁看另外一个 大家都有问题 生病的有问题 别人也有问题 那那个险心看两天 没效 你我换一换一换 我给你换一换 你是好心 耍牙牙牙牙牙牙 你今天刚生病 我讲个笑话 你刚好到一家医院看 先佛知道 你去医院看了 那下次要过去 给那个医生 灵光一闪 给你开一副好药 让你要到病除 结果第二天 医生先佛赶过去了 你不去找那个医生 你又换一个医生了 要把你救也没法到 为什么 你多生死的速度 比先 生死的胸 我们来的胸部比较快 怎么会这样子呢 而且你真的跟 台湾的老百姓结二元 你看病的那个药钱 是我们的健保费 去捐出去的 你不断的耗费医药的资源 然后健保不够开销 我交的健保费就要增加 你真的很滑人 顺人又不利己 所以生病要看医生 你总要给医生一段 一段给你调理身体的机会 你脚断了结骨都还要一段时间复合 你五脏六腑的杀菌 你有没有看到坊间用的那种清洁剂 越强对于皮肤的伤害越重 好医生会慢慢给你开 你说我如果不行 如果镀到那两百二百五的医生 那也是你命中注定 我们以前不是说一句话吗 先生缘主人福吗 那如果主定买死啊 你刚好就是那个医生 治好九十九个人 最后有一个人要失守 就失守在你身上 他是名医 你偏偏是他失败的那一位 那个镀公的先生 看一百个死九十九个 但是你如果有好 好去的时候才会有缘 刚好你是那种治好的人 所以我们不是有很多人讲 哎呀我保这个闲心 但是我看有好 你看不好 这个就是原因啊 天天换医生 今天中医 从桃园换到台北 台北换到中部 中部跑到南部 台湾撂了一圈了 再从头来换西医 你不累吗 这个就是你自己 把自己摆在危险的境界里面 而不自觉 然后看了医生 药拿回来 安慰自己就好 也不吃药 那你看一病干嘛 我们家的张兄啊 他的身体没有后学 来得这么健康 应该这样讲 平常小病不断人都没大病 这个平常没有小病的 哪一天可能就是 大风将至啊 连根拔掉 我都盯着他 他如果那个药没吃完 我就会念他 不要浪费我的健保费啊 我们不是有个爱惜公务吗 你不要小看啊 各位前写 佛规没有只摆在佛堂 给大家看 给大家念 生活当中 很多都叫做爱惜公务 你浪费医药的资源 这也是一桩啊 所以生病要看医生 但是不要频频换医生 这个就是错误的观念 这一句话摆在这边 先生缘主人 如果你的运不到那个地方 再好的医生 拿你都什么 没有办法 那古德对生病的看法 是什么 假药医假病 假药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吃的人间的药 假病就是头痛脚痛 这个叫假病 真病无药医药 真病是你的灵性有病 我们的灵性为什么会生病 你多生多结 也业绿的牵扯 让那个灵性不能够去抬头做主 那个叫做灵性的一个病 不是灵性真正生病 所以小病求医 大病 各位前贤 你要有一个求死的观念 你们不要以为后学在唱缩呀 你要有求死的心态 你才有绝处逢生的机会 我依照圣人交代的 跟各位前贤讨 我们旁边的人也要有正确的观念 有的时候道卿很无辜 都是被旁边的道卿给害死的 大家太好心了 有没有 害得人家最后那段路走得很辛苦 所以我才说 今天这个道理大家都要听 你听了以后 你还要去故意跟人家唱反调 你可以害死你自己 你不要害死无辜的人 真正的大病 你要求死 这个求死不是坐在那个地方 本死不是 这个求死是你的心态健全 你一心念佛 我们是归在弥勒祖师坐前 回归礼天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可是很难在这一生达到那个目标的时候 你最起码有一个弥勒净土 是我们往生的暂时寄居的地方 提供我们下一次网上提升的资良 所以我们人在病危的时候 重病缠绕的时候 你要一心念佛 念什么 念弥勒佛 什么佛都好 在座如果有导菩萨 习惯念观音了 什么都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没有养成这个习惯 我就建议你念弥勒佛 这是为了符合经典里面讲的 我们生前有念佛的习惯 在遇到重大关卡的时候 自信会自然发出求救的讯号 那弥勒佛跟我们最有因缘 你就住好了往生弥勒净土的什么 一个善因缘 生前所有准备的功课 都要有利于死后的一个归处的 就像前邪门念很多布经 说念这个经验我觉得都好 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专注的经本 那个是你要天天必念的 其他的念与不念还无法 为什么让你的心念 在你最无助的时候 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地方 尤其人在遇到什么 这个生死关卡的时候 是人世间最无助的 你很希望有一股力量能帮助你 而那股力量不能分散的 所以你念弥勒佛 又因为五字真言不能念出来 你就念弥勒佛就好 所以这个所谓的求使 是让大家能够一心念佛 一心念佛的好处就是这段话 假如我们的寿命未尽 假如我们的寿命未尽 一心专程念佛 他能够灭碩士的恶业 过去生造的恶业成熟了 这一生才会有肉体的一个什么 一个疼痛的去承担 所以虽然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是一心求往生 但是我们的寿命未尽 会因为这一个专注的力量 假借佛菩萨的一个佛光 还有唤醒我们良心本性的一个清静 反而让我们的病能够快速的痊愈 假如你没有这样的观念 你一心一意希望自己身体能够健康 我不爱死 些微的风吹槽动 你就恐惧 不但不能够帮助我们肉体恢复健康 反而增加肉体的痛苦 这个后学试验过 因为何其有幸 硕年前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而在那个关卡之下 那种痛苦各位前贤 那真的很难以用言语去表达的 所以前贤人说哪里痛难 我真的心知肚明 但是那个痛 医生也只能缓解 他不能够从根部去断绝 因为任何一个病 但凡跟生死产上关系 他都有庞大的业力 是他产生的一个动机 所以你要念佛 你才能够去消这个业 你吃的药他能消业吗 不能 所以生病的时候 双管齐下 你要看医生 但是不要慌乱 第二个 你就是要念佛 最后受不该死 各位前贤 他反而就能够带动一个生机的出现 这是我们看到古德书讲 那为什么念佛有这样的一个好处 这是后学刚刚跟各位前贤讲 人要生病 是因为过去生业力的缠绕 凡事必有前因 一种病会有一种过去生重的一个业因的存在 才有这个病什么 病的一个产生 但是在讲这个内容之前 我也要提醒各位前贤 通常一个病出来 表面的症状这些 他在后面隐含了不同的业因都有 换句不同的业因会带来相同的一个病症 所以你只是拿这个道理去告诉自己 我生病了 有前因 而这个前因在哪里 你自己去思索 你不要去管别人 就像我们讲 腿断了 我被车子撞 有可能腿断 对不对 我从楼上跳下来会腿断 我也可能走路不小心 扭到脚踝 他也断了 腿断了是一个结果 但是造成腿断的原因有很多的 所以跟各位前贤 介绍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你不要拿来去讲别人的因果 你管自己 这一点很重要 别不知道假先知道 黑白的人干 干到黑白 害死别人 害死自己 我们前贤们太热心了 热心的时候 嘴巴就顾不了他的对跟错误 反正懂与不懂 先说再讲 有一些给正确的还好 给人家观念 如果是错误的 那个因果你要断吗 所以前贤们要去小心 那这些我们就在下一堂课 再跟各位前贤来分享 有讲不好的地方 再请前贤们给后学补充 感谢天师的 谢谢各位前贤 谢谢